最近有许多的学生跟家长都很关心 未来国高中是不是要延后到早上9点半上课 早窒息还有招会是不是要强制参加呢 也引发外界讨论 不少的家长反弹 认为孩子晚到校会影响到接送的时间 造成家长们的困扰 不过教育部长潘文中宣布 将朝第一节课前不考试 增加学生的自主规划 3月初会公布相关的细节 从9月正式的推动 不过会先以高中为主 学生匆匆忙忙到校上课 就怕慢一步不小心迟到 不过未来国高中生上课时间 即将延后预计9月正式上路 有学生听了迫不及待 但终究苦了还是家长 毕竟晚上学家长上班时间依旧 接送也是一大困扰 要延后上班才能接小孩上课了 9点半有点太晚了 毕竟目前高中生上课时间 普遍从早上8点10分到下午4点多下课 未来将延后到上午9点半上课 5点半下课 对此有校方认为学生延后到校 会压缩到教学时间 现在又强调说一定要在孩子们学习过程中也要加本土语言 在塞了这么多东西状况之下又要缩减这个学习实数 我觉得这好像是变成有点冲突 在三月初正式的来公布 让学校有几个月的时间来做作息的调整跟规划 对此教育部指出预计三月初公布细节 9月正式实施 新政策即将上线 家长和学生看法两级 记者廖文斌黄祥复王百英台中命令采访报道